B-part就問 他說企業 簡單一點僱主 和部份的員工都不支持最低工資 然後問為什麼 僱主的角度很簡單 為什麼不支持最低工資 還沒用過 為什麼不支持最低工資 因為太貴 那你變相加了一些人的薪金 加薪金 你的成本就增加了 對於那些僱主來講 OK 所以就不贊成 這個就很明顯 因為令到你的經營上困難了 OK 但是為什麼某些僱員也不贊成呢 應該會開心的 加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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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資 你最少都要給這個人工 就是僱主會沽寒 然後炒了他們 好了 有部份 就是你的想法 就是 既然加多了 那我本身請到三個人的夠錢 我現在請兩個就算了 會炒一些人 另外一些就會這樣 既然我可以給最低工資 所以我就只給你最低工資 就是本身我打算可能40元請一個人 你現在政府跟我說 你最少給37個半這些人 那我就給37個半 不用給你40元 我就省兩個半 就是這兩個原因 所以在這裡 為什麼有些僱員 不覺得這件事是不好呢 因為反而限制了 我本身可能能夠拿多些工資 因為這件事反而拿少了 那後面也有 第一就是增加那個 就業工資的成本 支出 所以 This is not for the operation 就是對於他們的運作 是一個不好的事 或者 令到他們的cost 增加 也可以 經營上的困難 有些 difficulty 因為這個 就是成本的問題 跟著 對於一些 也都 剛才有說 有些企業 直接會 cut manpower will cut manpower in order to reduce expense 就是為了要減省這個成本 我直接cut人 ok This may cause some employees to become unimportant 那就令到他們失業了 你見解釋都要很詳細 就是 cut了一些人 那怎麼辦 就有人失業了 另外 有些老一些 或者少一些 教育程度的人 會擔心 這個最低公司 會令到一些 年輕一點 和多一些教育經驗的 所謂 比較受教育的人 會請 因為我反映都用最低公司請人 可能會請到一些更年輕 和一些 叫聰明的人 所以 年紀大 反而不願意請 當然剛才 大家提到的 都可以 就是說 既然我能夠用最低公司請個人 我就直接用最低公司請人 反而令到 那些人拿到高人 那我的機會就低了 那這裡也是 那這裡也是 如果請一些年輕的 那老的那班 就會有機會 給他 就是 辭退 好 到Cpart Cpart 就是 香港的 第一次 最低公司 就是 最低公司的 金額是28元而已 不是現在37.5元 那這裡他就說 Some Labor Union 就是有些勞工的組織 或者團體 我覺得 這個數字太低了 那他們就說 如果你是雇主的話 你會不會 支持去增加這個最低公司 那當然如果以雇主的角度 當然不支持 因為會增加這個成功 那當然也可以 支持 應該這個是Open End 應該是 是的 Yes 同 Know 都可以 那當然 不支持 你一句很簡單 因為會令到成本增加 支持是甚麼原因 支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能夠 有機會請到一些好些的人 為什麼呢 那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 本身 我28元可以請到一個人 但是現在我跟員工說 其實我可以給你35元 那他們會馬上覺得 咦 這個老闆是好人 那他更加願意打工 增加他們對工作的投入程度 那變相可能會令到他那個收益 大過支出的 就是舉個例子 譬如我請sales 這樣才算 我給你多些人工 他會做事更耐力 那可以幫我們賣多些貨品 那可能會賺回頭 都不定的 就是對於那個僱主來說 那所以呢 這個就 當然寫得 叫實在一些 或者叫厲害一些 就 好像答案這樣寫了 能夠增加員工的士氣 moral bill up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增加他們的歸屬感 當然都很虛 這些東西 然後呢 能夠增加那個企業的穩定性 和競爭力 stability 和compativeness 這樣 那當然 不贊成的就簡單得多了 OK 好 這個就是個practice paper 跟著呢 時間上我們可能說多一份 一七一八和一八九 一日兩份 我們都還沒說 但是就時間已經過了一半 大概 那我們就做一八一九 先做近期的那份券 先 那呢 就 四板子 那 有答題子的 那我們 我們先做了data response 因為 其他一些都相對來說 不是太難 那我們就跳去第四頁 一八一九年 那 看一看題目 我現在就做了